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上一條影片我們拍了這個iPhone 7的開箱 正確來說,這部是iPhone 7 Plus 拍完影片之後,我想起有一件事我忘記了做 就是它新的這部機,它說是防水的,對不對? 我忘記了做這個防水的測試 以往用手機,其實我好像只試過一次,兩次,三次左右 不小心把這部機掉進廁所或者掉進水 總之是濕了之後壞 以前來說,手機濕水壞了,我都會放在米缸裡,讓它吸走水氣 但也不一定能夠救回這部機的 那現在它這些新機,既然它說防水的時候 那我當然要試試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是不是真的能防水 所以我今天決定,我去拿我平時煲水的這個東西 將我的iPhone 7 Plus 我昨天買回來的,OK? 那我為了科學,我決定要犧牲我自己 那我們放進水裡多久呢? 其實我們放進去,它的官網好像說 它可以去到不知道1米深還是3米深 然後可以維持到5分鐘,好像是這樣說的 好,我們就拿回我們iPhone 7開箱的影片出來 那我們這條影片是7分多鐘 那我按完play之後呢,我們就... 再見啦! 再見啦! 還在play中喔,OK,現在沒事啊 暫時應該還沒事啊,還在play中 但是不知道它可以去play多久 那這個呢... 我們放它在這裡 還不可以啊? 你還有沒有事啊? 我想說,如果現在那部機呢 如果現在那部機它關掉的話呢 我真的會哭啊,我真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嗯... 我不知道我會試多久,但是... 因為我真的有點懶惰 現在過了多久啊? 應該過了大概... 1分鐘左右 1分鐘左右 幾乎,阿吉 你認為那部機會不會有事啊? 應該又沒事啊 他 desse樣多擔心 他樣子是超擔心地瞇著我的那部機 暫時好像還沒有在play投 整事情 應該差不多啦 既然我們放這邊坐在裡面也沒事 我們拿起那部機出來 沒有 유� Cert 你看看,沒有花沒有架,真的是iPhone 7 Plus來,沒有花沒有架 我們之前拍的影片,依然都還可以的 但它好像喇叭有點被水濕了 這部機還是可以的,沒問題 完全可以重用 然後那個手指毛開機的,還可以嗎 還可以 耶,完全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以後我們的機器,如果這樣掉到水裡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知道這部機器是不會馬上壞 但是盡可能也不要把這部機器倒進水裡 否則,它可能真的會壞 因為其實我都信不過這些東西 我們再試一次,我們再試一下放進水裡的時候 看看那個電話會不會收到 我們再試一下放多一次游水 然後看看會不會有電話收到 記得我,喂 收到電話喔 Mai打電話給我 不行,我們先聽電話 哈,劉 perto的 喂,聞到嗎 泥!!! 哇,可知道 我根據我給你買망頭 elet 買回來的吧 自己要買這些東西 今天事實證明iPhone 7 Plus是真的可以防水的 但是這些東西盡可能就不要亂試 因為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失靈 我的心真的瀑瀑地跳 好緊張,幸好部機沒事